这场村庄战 我方470人 对战敌军700人 虽然处于被动 但我们是防守方 能把人数上的劣势拉回来一些 选了很久 我决定在这个小身体排兵布阵 因为前方地势开阔 他们的步兵一定会从这个路线过来 所以我们的射手 只要在坡地上守住待度即可 这个位置 他们的步兵跨不上来 想要进攻就只能从这个矮口通过 这样会非常限制他们的行动 骑兵列阵在前 步兵放在最后 骑射手放在最右 打敌人侧身 战斗已经打响 我指挥前排骑兵全部下马 退到后侧方 只留下马匹作为掩体 让射手们将输出空间极致利用 很快 狄精率先派出骑射手前来交锋 但我们不怕 因为步兵射手的精准度 比骑射手要高很多 而他们的骑兵 想要进攻我方骑射来降维打击 见状 我直接让骑射下马往后撤 用马匹挡拆骑兵的冲撞 这边高操作完 指挥他们的步兵兵来势汹汹 很快就要到达我们的射手跟前 这怎么行 我指挥装步兵 围堵挨口 再将射手全部后拉 去往我身前预留的高坡 而这里空缺出来的位置 则让击射手前来填补 这可是个攻击射的好地方 不容错过 装破大战 一触即发 注意看他们的射手 视野里面只有步兵 而我们射手的视野里 已经覆盖了所有敌人 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优势 所以这一战 他们注定是退败而逃 不过我们虽然赢了 不齐兵的损失 却也超过了三分之二 兄弟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战术 可以在评论期指点一下 上期说到 大陆上的所有势力 都向藏爱发起了宣战 多数伙伴们都建议我 先放任中东 来铲平阿塞来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那场战斗 打赢了阿塞来的精锐 他们的小势力们 也就不足为惧了 不过就当我以为 能轻松踏平阿塞来的时候 才发现小看他们了 光是抓这些小部队 就花了我近一年的时间 终于是在第二年的夏天 收复了他们的所有大城 本以为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的中部会丢掉很多城池 却没想到 这期间里发生了不少狗血的事 这北帝国 由于被库塞特拿了三座城 怀恨在心 所以就和我们谈和 去巡战库塞特了 不过好像 这三座城都是我丢掉的 南帝国是近期才合的 因为他们也在和库塞特打仗 号平地南方后会捅他屁股 也就是说 中东三家原本都打算对付我 但库塞特不屑于南北帝国为伍 于是说了句 我要打十高 这相当于是宣战了全世界 不过我确实得谢谢库塞特了 因为这一年的时间里 我的军团们 压根就没在中部待过 他们全去西北打瓦兰迪亚了 出现了两座叛军城 我们去收复一下 这南帝国来得还挺快 那就去另一座 有情况啊兄弟们 库塞特正在攻城 机会来了呀 哦 我他妈来了 我他妈来了 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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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铤铭铭铭铭鑭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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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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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 谢谢观看